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王医师给我们把握时间 跟我们谈谈 除了戴口罩 还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对 戴口罩跟不戴口罩有什么影响 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 这个戴口罩是我们新冠整个疫情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 从一看开始的时候 因为新冠很致命 当然大家不要隔离六尺 戴口罩 要洗手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但是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 我们戴口罩时间长了 身体对周围的这些病菌 平时很常见的病菌 以前一个普通感冒那种病菌 就没有机会跟这些病菌接触 那么病菌感染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自然免疫现象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戴口罩戴时间长了以后 最近这几年的冬天 这个上呼吸到感染非常严重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 而且一病就是病几个月都不停的 反反复复 我上次去微信逛一下 回来就感染上了 是啊 所以说这个戴口罩的好处就是说 当这个病毒是很致命的时候 戴口罩那么可以预防感染到这种致命的疾病 但是对于那些不是很致命的病毒的话 病菌戴口罩就不是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把我们身体跟这些病菌隔离开了以后 我们就会失去一种自身的一种免疫力 自然接触病毒造成的免疫力 通常我们在新冠之前 都已经对这些病菌都很熟悉了我们身体 但是因为隔离了几年以后 我们身体对这个病菌的识别能力 通过一段时间慢慢就减弱 甚至消失 所以说戴口罩对一些不致命的病菌不是个好的办法 没有意义 反倒影响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抵抗力 我有个问题 有些人说感染了以后就免疫了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又一再的感染 莫名其妙的过一只又有过一只又感染了 这个痰都清不掉 而且永远都在咳嗽 永远都在流鼻涕 我们身体对于病菌的免疫力有几种情况 一个就是说不同程度的抵抗 比如说新冠 大家都说我打了疫苗了 我中了招了 还感染 为什么 它感染会造成你身体一个增加 因为细菌的 我们知道新冠很多变异 每一次变异就出现一种新的菌 这个菌 这就全都会对身体 我们又不是很认识它 这不证明就是说我们对它们没有抵抗力 而是我们这个抵抗力 还没有完全能够把它这个踢出去 马上就踢出去 所以身体还是要接触了以后 再进一步认识 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是一种 好像自己会学习一个过程 慢慢慢慢会增加抵抗力 所以说这是新冠而已 那么其他呢 因为我们好几年 这个变异 对 这是变异的新冠 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菌 很多病毒 呼吸病 我们像说叫做RSV 或者是Rhinovirus 各种各样的病毒 这个感染好了以后 另外一个又来了 所以反反复复有时候就是不同的病毒造成的感染 我们会觉得怎么搞的 我一个月都不停地在感冒 其实就是不同的病毒文化内对你身体增加免疫力 说的 可能大家不会相信这是一种身体建立免疫力的一个过程 但是事实就是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对周围的环境的各种各样的病菌 就是靠接触他们来产生免疫力 所以说你不能完全隔离掉 一隔离掉你身体就没有这个抵抗力 是是是 这种情况好像是南非的一个女医师长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2021年年底 2021年底这个圣诞节前后的时候 我们2021年夏天的时候 这个印度出现了那个Delta 也是很自明 大家也吓到 吓得不得了 然后到2021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Omicron出来的时候 Omicron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怕 因为Omicron它的传染的这个速度 比那个Delta还要快了70倍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病毒以来 我们糟糕了 大家要死了 可是我们就觉得说什么没完没了 对没完没了 那大家都吓坏了 结果南非这个医生 这女医生 她就观察一下 南非所有这些感染了Omicron的病人 基本上死亡率非常非常低 甚至低于流感 那么她就说大家不要怕 其实Omicron是 说不定上帝送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大礼 这个礼物还不错 还跟着下来很多小礼物出现 对对对 那就这么说 我之前讲过这个 不知道再问这个节目讲过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是一个聪明的病毒 叫做Smart Virus 这个Smart Virus 这个Smart Virus它会不停的变异 有两个 一个是它变异的过程中 它会传染的非常快 增加的传染速度 但是它会减慢它的这个致命能力 有个道理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大家不知道讲 了不了解大尔文的那个介绍论 逝者生存 逝者生存 那么这些病毒也是这样 它要是把病毒是靠宿主的身体去 父亲的法案 对 寄生 它是一种寄生的 找的东西衣服 对 假如它把所有的宿主都消灭掉的话 它自己也会把自己给消灭了 没有生存的环境了 所以说它这个病毒会慢慢改进 说我不把宿主杀死 我又有个地方生存 所以说它慢慢会变成 它不是那么致命 这是一个聪明病毒 和平相处 传染了一块又不致命 这就是一个进化论的一个道理 就是逝者生存 然后它能够长期跟你们和平相处 所以这个新冠其实是一种冠状病毒 我们以前普通感冒就是一种冠状病毒 所以新冠 这个比较厉害 它这个比较厉害 但是它慢慢变异了 以后就好像我们每年都会有感冒 可能就是它 是 王医师早期的时候就讲到在国内 中国大陆不是说要清零吗 其实清零的意义就是说我完全没有 通通没有 那您对这个清零的政策的看法呢 就是 清零是一个临时的 这个可以 临时的决定可以 但长期它就可信性就不是很大 为什么 当初清零是因为 我们支持清零是因为 这个病毒致命力很强 我们能够尽量把它隔离掉 能够尽量减少死亡 然后等到我们出这个能够研制出疫苗啊 或者是这个病毒变成不是那么致命了 我们慢慢放开 等这个病毒不能那么致命了 那么清零那时候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也减少死亡嘛 但是到后来奥米克隆出来以后 其实清零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因为什么 一个奥米克隆这个新冠病毒已经不那么致命了 另外一个 说实在话 我们不可能完全把这个病毒给隔绝掉 没办法 因为他们传染的速度一个太快 另外一个就是会变异 这个基本上你是没办法百分之百把它去除掉 那从疫情到现在整体来讲 您对这个整个目前的这个看法 还有它 因为现在报上也不登了嘛 那大家就没有了 这没有讯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事实上您的看法 我们要注意一些哪些事项 对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之前应该打的疫苗 好像流感疫苗应该打 这个会 对流感要打 新冠疫苗了 现在其实 因为新冠一直都是属于叫做 紧急使用授权 所以说它新冠的这个疫苗的 这个长期的副作用 我们还不是很了解 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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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口 祸口 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就是说 新冠病毒已经没那么致命了 没那么致命了 除了身体非常虚弱的老人家呀 这个多身体很多病 比如心脏病悲病啊 肾病那些老人家打一打这个能够抵抗 增加抵抗力以外 我觉得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或是甚至是年纪大一点的 不要打也可以 因为它没那么致命了 自然的免疫很多时候会比疫苗的会更好一些 比如说你感染以后你这个免疫力会比那个这个会更正确更准确一些 所以打与不打都没有什么 对对一些对健康人群来说 其实我个人是不主张再继续注射这个新冠疫苗 那么整个另外一些注意的思想说 大家心里要记住有一个准备就是说感冒是很正常的现象 假如你说哦医生我很多病人来咳嗽 我咳嗽了一个月还是不停的有这个不定 对这是最常听的 经常有人说哦我刚好刚好了一点点突然又加重了 其实这个现象很普遍 在我的病人里面 他不是一个感冒 而是你反反复复的感冒 反反复复的感染 不同的病毒在感染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几年戴口罩戴的我们身体对这些病菌的识别能力下降 就我前面讲到 你感染以后造成的免疫力通过一两年了 你这种识别能力就基本上就下降或者甚至消失 所以说这些反反复复的感染 虽然说很很讨厌 又搞得很不舒服 但是没办法 还是就尽量休息好一点 多喝水啊 能够这个保持身体的这个抵抗力 慢慢渡过这个难关 以后就没死 我估计 从现在开始 每一年 这个上呼吸到 冬天的上呼吸到 慢慢慢慢会减低 这个慢慢会减少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慢慢又开始对这些常见的病毒恢复了抵抗力 您建议哪些场合戴口罩 基本上我觉得去医院 医院 去医院还是要戴戴口罩 假如这个政府说突然这个地方出现了比较大的人群 可能产生这个奇怪的变异 奇怪的变异 这个感染 也可以适当戴口罩 但是 基本上我觉得 假如你身体 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戴口罩 给你身体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些病菌 它自己会产生抗力 所以要戴口罩 那过敏的人 比如说一接触到不好的空气 或在车上 坐在车上就开始打分替 那这种情况呢 过敏其实也是一种 我们对外来的这个 抵抗 一个排斥 先是排斥 过度敏感排斥 所以有些人过敏体质 最好是用抗过敏的药 不要隔离 隔离其实是对身体这个过敏的一种 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它隔离开 为什么 我们身体 对保护太好了 这是一个 我有一个一直都调 我是从大陆过来的 以前我们也听说过小孩子对这个 发生过敏 来这边呢 学校很多小孩对发生过敏 我们在大陆什么东西就结束 小孩子虽然吃了发生以后有点不舒服 他过去吃了以后 他产生一种脱敏反应 就脱敏 就没有了 就没有过敏了 身体识别他认为他不是坏的 不是坏的 坏的 就把他这个 噢 接受了 很多过敏科医生都给你 大家不知道听 有没有去看过敏科 有个治疗方案叫做脱敏疗法 Dissensitized Treatment 就是用那种过敏源在你身体里面 给你不停的给你接触来产生这个脱敏 所以说即使是过敏 也不一定戴口罩 实在太严重了 你戴一下 减少一下这个症状可以 但是可以吃抗过敏的药 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感染上 到现在好像生意也哑了 没事喉咙又多痰 然后莫名其妙的有时候也会咳嗽 像这样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身体的免疫力做得更好 然后一感冒就没声音 是 很多人都这样 这个现象很常见 尤其是最近的新的新冠病种 尤其奥米克风以后 很多都是在上呼吸道 会造成喉咙很痛 刚开始 奥米克风刚出现的时候 喉咙非常痛 那么 这种现象也是一种 上呼吸道感染的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么我们还是 修护的方法 好像声音都回不到以前那么清脆 那么甜美 对 低沉了 因为你的一个声带跟那个咽喉部 可能还是有点水肿 有点水肿受伤 有点水肿受伤 所以那些要需要一点时间恢复 另外一个 一些小肿的药物 止咳的药物 里面都有看不明的一些小肿的这个药物 可以适当时服用一下 最关键的是 还是要增下身体的抵抗力 那么除了尽量结束冰菌以后以外 还是要锻炼 比如说做做的有氧运动 多呼吸吸吸吸空气 休息 对很重要 谢谢 王医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 我其实比较有一个比较 unique的这个情况 就是我是大陆过来的 我在国内读了医学院 然后我在国内医学院毕业以后 做了六年的创伤跟重型外科医生 我1995年移民到美国以后 又重新 再考取这个行业制造 我来考 那不简单 对 考完以后 而且考完以后 申请实习 遇到一些困难了以后 我又在这边再重新把医学院再读了 再去读 对 那你起码有双重的经验 十几年都在念书了 是 我读书就读了 从第一次上医学院是1984年 到我第二次医学院毕业是2002年 整整就是差不多20年的时间 18年 全乎继续 其实也蛮好的一个经历 就是说在这边读了医学以后 就觉得对这边的医疗系统 他了解的更透气一些 跟这边的医疗系统 更容易接触他们 接受他一些新的东西 后来我2002年医学院毕业 在里根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 就在皇后区长老会医院 做了三年的实习 实习以后 还在长老会医院做了两年的 这个全职的教训 这个实习教训 经验丰富 是是是 那王医生我想请问一下 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疫情感染 什么样体质的人要特别注意 一般来说都是三高 除了三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体质啊 或者是有什么症状需要打理啊 或者是保养 通常呢说三高要是没有造成这个身体的 抵抗力下降也不是会给你太多的问题 糖尿病当然是身体抵抗力会差一些 三高的对身体的影响 主要是对心血管跟脑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坏 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些不好的情况 就是说身体比较差的这个病人呢 主要是一个呼吸道的慢性疾病 比如说这个肥气肿啊 哮喘病人啊 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以后容易造成肺炎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心脏病的病人 比如说心衰的病人 心衰的病人 它假如出现上呼吸道感染一点点 这个肺部感染会造成这个我们身体的 这个这个供养的不足的话 就会很容易致命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肾病 比如说晚期肾病病 然后在洗肾的病人呢 他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普遍非常差 还会很多病发症 这些病人就是一定要注意 该打的疫苗要及时打 这个需要戴口罩要戴口罩 尽量预防他们感染 我们一般普通感冒不会致命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对他们可能就会造成致命 不是因为这个感冒致命 而是他身体本身的那个基础病不容易 严重了 基础病变得严重了 对 那我们今天我们两个最需要的就是 喉咙声带恢复得像以前那么甜美 我女儿她当老师 她动不动像这两天她身影又没有 对好像这两年特别容易 讲讲就生一样了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病菌 跟这个过敏症 就是中喝水了 其实 休息 罪魁祸首是口罩或者是新冠 因为新冠造成我们戴口罩 戴口罩就跟周围的这个隔绝了 以前有一个电影在六七十年代 有一个电影《Bobble Boy》 就是有一个身体免疫力很差的一个男孩子 他们把他放在那个气球里面 在里面生存 因为他不能接触外面细菌 接触外面细菌 我们其实戴口罩把隔离开来 我们身体本来是有一个很好的免疫系统的 但是不认识那些坏人了以后 我们就不能跟他敌对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 不要戴口罩了 不要戴口罩了 尽量不要戴 黄医师 谢谢黄医师 谢谢黄医师 王元聪医师 他也是我们马上生快诊中心的院长 是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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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收看 请点赞 订阅 按下小铃铛